轿车车主升起自家车辆 打开车门正要放东西 没有想到下一秒 隔壁另一个机械车尾也突然升了起来 因为车门是开启状态 直接被上下两片钢板夹住变形 立民要停车的女驾驶见状 赶紧回到车上按下遥控器 但轿车的车门早已被夹坏 完全是扭曲变形 车主气坏要求对方赔偿 但女驾驶不承认是自己按下遥控器 直说这意外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放东西 而且前后没几秒 刚好她身上来 她刚好她从这边过来 到这边她就直接按升起来了 她有拿 就是你按自己的遥控器就是了 她用遥控器 夸张情形就发生在台南接触大楼地下室 轿车被夹坏了车门 变成像是超跑的砸到车门一般 但看在车主的眼里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一直没看一直操作 他就没看他在那边没听 那里面这很多人都挣去用遥控器 一拨的也有啦 道楼警卫也表示 大约有一半的住户为了方便节省停车时间 都会装设升降遥控器 但人还没有到电点 没有看到现场状况就启动升降器的结果 就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惨状 好在意外没有夹到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来观赏台南报道